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抗氧化剂 莫莉一直都在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来使用 富含抗氧化剂的这些蔬菜呀 和水果 那其实呢 抗氧化剂呢 是抑制自由基的一种物质 那自由基呢 是一种会对人体起高度缓作用的分子 它会在你抽烟啊 还常常 暴露在有毒的化学物质中啊 过多的阳光照射啊 和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当中来产生 那这些分子呢 极度的不稳定 并会导致就是 蛋白质细胞膜啊 甚至就是DNA突变 而DNA突变呢 其实就会引发我们 身体上这些癌症的产生啊 和其他的慢性疾病 那 其实我们从天然 植物中 获取的 抗氧化剂呢 已经被证实能够毁灭 这些自由基 并能够抵抗 他们 的一个氧化作用 进而 进而就可以 预防 对我们人体的 破坏作用 所以说呢 营养免疫学 就是希望 大家都来认识它 然后 让我们可以吸收正 虽然 纯净 均衡的营养 那我们 设计这些 丰富多彩的 蔬菜水果 里面 就有非常多的 抗氧化剂 可以照顾我们的身体呢 所以说大家一定 不要偏食 一定要多多的 来使用这些 富含抗氧化剂啊 植物营养素的 这些蔬菜 和 水果 那如果不方便的话 陈燕 所研发的这些产品 都非常适合 大家来做选择 而且 非常非常的方便 以上是梦莉姐的分享 希望 大家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 谢谢 谢谢 拜拜